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西雅图雷葬寺 一年一度的传法大法会 连生法王卢盛雁解说 什么是三天女问世如共大法 连吉桑寺的人不错了 他的挂山雷葬寺盖得很好 他难得来西雅图 很久没有来了 多少年没有来了 20年 他有20年没有来西雅图 我看到他 心里非常的高兴 非常想 非常想过去拥抱他一下 然后Kiss他一下 但是他没有招手叫我过去 对不对 也没有要拿供养给我的意思 说不定几天以后他已经会回台湾了 不会啦 但是他的人很好 他的心地很好 他帮助师尊有三年多 帮助师尊有三年多 我吃饭全部免费 全部是他出的 他很难得啊 真的 他也不怕人家误会 每一次啊 他 我们去吃那个自助餐 我坐下来 他就给我端这个汤 然后给我端菜 然后给我端饭 然后就吃完那一餐 第二天我们又去 他一样的 我坐在那里 他给我端汤 给我端菜 给我端饭 第三天我们又去那里 他一样给我端菜 端汤 端那个 那里面的所有的人 眼睛都看着我们 他说 一定是同性命 然后我们虽然是同性 但是师尊坐在那里 他都一直在服侍师尊 他说那个年级上次一定是男的 师尊一定是你的 严严就听到 严严我就听到 这个年级上师啊 供养我三年半 三年半的时间 这个钱多少不在意 你有那个心就行 重点是这样子 你供养师尊 有那个心在 心意在就行 钱多少不计 钱多少不计 只要有那个心就可以 师尊不是贪明文力养的 不是贪明文力养 我们上师当中啊 当然很多也有贪力养 也有 但不贪的也有 像师尊来讲 并不是说 你要供养很大包的给我 只要你心意在 你就可以得到 很好的善的因果 好的善的因果 如果你贪明文力养 一定会功利大捡 不但功利大捡 还要下第一 下三二道 都会有这种现象 如果在这方面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请示 传法这根本上是 呼听他人之言 不要听他人随便讲 好 有不明白的 我这样讲清楚不清楚 好了 最后一个笑话 作为结束 中午的饭桌上 七岁的儿子不听话 在争辩之中啊 这个父亲就站起来讲 我是你爹 你必须听我的 这时候七岁的儿子 慢慢站起来讲 你有证据吗 我妈你必须 在三仙女传法开示之后 为了赞助法会 以及卢盛燕布施基金会 联绍法王卢盛燕 特别提供了两样珍宝赞助大会 那是大宝王卡玛巴给我 他是这样子讲的 你吃了这个黑宝王 什么事都可以求 求得到 什么事都可以求得到 尤其是 他能够吃了黑宝王以后的 你的业障会消除 你就可以往生到勃勃竞逐 将来你严急以后 可以往生到勃勃竞逐 这个是不可以用价值去量的 是等于无价 无价之法 十六是大宝王的大黑宝王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 我那边是 他给我十个 结果搬了几次家以后 我现在找出来 找到三个 我自己留一个 那么两个呢 就在这次衣麦当中 要给他卖叫 是大黑宝王 然后其他还有小黑宝王在里面 吃了 业障会消除 然后呢 业障消除以后 你将来 到了生命的终点 往生的时候 可以到勃勃竞逐 但是无价 还有 就是那个舍利子 那代表 那个都是属于 这三个东西 都是属于传承的信誉 谈到了舍利子 除了大宝法王的黑宝丸 真佛圣地子 也有很多舍利子的灵感 之前我们也为您介绍过 温哥华的葛林湘师姐 她的真实感应 在有一个机缘下 他们给我一份真佛报 我看到真佛报上有问世 我就去问世 问世呢 当时我非常激动 就哭了 哭了我就 当时说归一吧 我就归一了 归一了就让我去念 那个高王经一千遍 还有念师尊心奏 我就拼命念念念念 我念得好像 大约三百多遍的时候 整个年都好了 然后我又一直念念念 世尊心奏 很开心啊 完了念到一千遍高王经的时候呢 家里出现很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样 我们呢 当时是刚移民到温哥华 我们买了一部万 完了以后让人家去修 修呢 给了他钱一千七百块钱 没修好 不退钱也不给修 但是念到一千遍那天的时候 surprise 那个人来了 把钱还我们 哇高王经真好啊 完了世尊心奏真好啊 真佛秘法真好啊 真的是 这就是给我当时最大感受 所以我就跟我周围的朋友啊 家人跟他们讲 他们也去修也去念 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感恩 我是在前年呢 有幸有一个上师啊 有一位上师 赠送给我几颗 完了呢 他也告我舍利利舍利奏 因为我天天修法嘛 我就有家舍利利舍利奏 我就有念 很虔诚的 我就去念 念呢 呃 是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就是说有一天呢 就发现 哎 怎么会 地下有舍利子 有一天抖一个床单 也叮叮叮响 我当时 第一个感觉是舍利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感觉是舍利子 拿起来 我就慢慢挤起来 有时候呢 会在那个一个地方 减六七颗 哦 对 我就后来有一天 我就拿给世尊看 我说世尊你看 世尊就说 这是舍利子 这是生出来的舍利子 哦 就是这个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这个 这是很很很 颜色很漂亮的 很漂亮 像虎婆一样 真的很美很美 哇 我 你知道吗 其中有一颗最大的 是在真佛报根前剪的 这是真的证实 真佛密法 绝对是真实的 世尊真的是伟大的不得了 就是真的 这颗 这个最大的 对对对对 这颗最大的 我也没有其他想法 就跟世尊平时讲啊 就傻傻的去修啊 修法时候就修啊 就念啊 反正就比较单纯一点 就这样 我以前认为 舍利子是只有死了的人 才会有 我说怎么会 我会有这个 我都觉得我何德何能 怎么会有这样 就是世尊的真佛密法非常好 非常殊胜才会有 是真的 你有念那个舍利咒吗 有 有念舍利礼舍利咒 每天 就是说修法的时候 有家舍利礼和舍利咒 有没有其他的 社医子故事 我其他的呢 我没有太多 我知道是师尊有 师尊有一次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师尊在那个前面吃饭 师尊从嘴里就掏出一颗 就吃饭吃的 就拿出一颗舍利子来 真的是 师尊真的是伟大的不得了 真的是这样的 并且呢 师尊的真佛密法那么好 教导我们那么多 师尊又写二百多部书 把那简单一种的教法 我们真的是非常 各位观众 阿达尔玛佛原始佛 化现的大幻化王金刚 是最大的金刚法 宇宙一切均寒在内 为求成就佛果 灭罪祈福 一年一度的中观堂 举办的大法会 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 将恭请联身法王卢盛宴 继续讲解大幻化王金刚大法 并且灌顶 让我们把握此身请佛注释 二月二十八日 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 大幻化王金刚大法会 欢迎您来参加 卢盛宴一生努力修持 遭受毁放 无数的生离死敌 过了七十一岁 回头看看这些梦 心中的小雨 又串联出一本 抒情翩翩的剧作 让我们一起来听 法王作家心中的歌曲 剪一席 梦的衣裳 详情景点 049 2312 992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西雅图雷造寺三仙女不共大法的 传法大法会 吸引了超过三千名的弟子参加 隔一天 在彩虹雷造寺 又有护魔大法会 最新的节目